2018台北羽球公開賽 5號進行到第四天賽程 台灣好手難得回家比賽 球名戰爛把握機會 到台北小雞蛋 競技力欣賞球賽 為選手加油 今天男子單打八強首戰 由年僅19歲的台灣小將 陳姬婷 出戰來自丹麥 第五種子的尤根森 陳姬婷目前男單 世界排名339名 面對前世界排名第二的尤根森 首居還一度取得領先 儘管最後18比21 12比21落敗 賽後對手還特別稱讚他的表現 第二次參加台北公開賽的陳姬婷 從資格賽一路過關斬將 先在會內賽首輪爆冷擊敗 世錦賽銅牌大馬好手劉國倫 接著再度以直落二拍下 隊友李嘉鴻 雖然最後舉步八強 但這次比賽 能與世界好手對戰有很大的收穫 在很多細節上面都其實 會跟我們這種後面的選手 落差很大 不管是在技術方面還是戰術方面 其實他們在場上應變也好 還是一些小技巧也好 其實都做得比我們還好很多 所以這會是我們需要再去跟上的 結束台北公開賽後 接下來成績庭 將備戰10月底的澳門公開賽 期待這位雨球小將繼續打出好成績